不一不知道的口罐我看一下有多少人不知道不知道的口罐小小的小姑不知道出现什么的情况的不知道的口罐我看一下知道的口罐一我看有多少人不知道 啊还有这么多人不知道啊 我这么多人不知道我跟你们简单的讲述一下啊简单的讲述一下 大概的给你们说一下我这个大概的一说你们也会知道 就是小小的小姑妈啊他不是结婚了吗嫁人了吗 然后这事业各方面都做得非常的大 但是后面坐着坐着啊他那个老姑啊小小的那个小姑小姑父 姑父以前 以前是这样的他那个姑父 像曲布那种什么都没有 整天无所无所事事啊 但是小姑 嫁给他那个他那个叫什么呀牙黄是吧 嫁给了牙黄把事情做的大了之后有钱了之后就变坏了坏了 现在啊都不认他小姑了 都不要他小姑了 他还想着要把小姑寄水出户的那种啊 什么都不给他小姑 所以现在小小小的小姑太难了啊 安姐啊 怎么啦 没了没了没坐坐坐 对 那边我去 这个情况怎么样了小姑 还是还是联系不上 联系不上那个 不接不接电话 哦 这是怎么这样 哎 这家门给你们看一下这是小小的小姑啊 你看哎 家门晚上好 嗯 啊 对 怎么还不接电话 嗯 是他一直不接电话 嗯 对 昨天的时候 嗯 昨天的时候啊 家门 家门知道我是谁吗 啊 对 我是小小的姑姑 嗯 从前天的时候啊 谁 杨华 嗯 说要好好谈 然后呢 前天的时候我们也给了他机会 但是到昨天的时候我们 我和小小 然后我们来他公司一直等 他都没有 哎 哎 怎么 给小姑等一下啊 哎 你先问一下阿美怎么样 哦 家门我先问一下阿美 阿美在这边黏麦了 我看一下 哦 阿美是你吗 我黏了 我黏过去了呀 喂 喂 阿美啊 我觉得那个 嗯 嗯 我我在直播间 不用你 我就听着你们 我就看一下 我就听一下 那个小姑娘们的那个事情 阿美你身体比较重要 少说话啊 好好我 我没事 我好得很 还有啊 阿美 就是 你让你那个表姐她回去 我们请个护工就行了 知道不 等我这边事情解决好了 我就过来看你 哇 啊小小你 你现在先解决一下姑姑的事情 我姑姑以前我 我也只见过一两次 我觉得那么好的人 哎呀真的 那个 你们先说一下 我比较着急 比较 那个你 你不要在急 你先 说于你自己的身体 是不这样 嗯 我在直播间听着呢 你们先 你们先 那个 嗯 还有就是 嗯 杰克 嗯 一定要 就多帮一下 那个小姑 虽然小姑 我是个女产人啊什么的 但是 这个家庭这样子也没办法 我就先挂 我就先挂了 因为我刚刚直播 他们一直说话什么的 我就听着你们就行了 嗯 好 你注意休息 阿美 我现在少说话 家门都让我少说话 嗯 好的 拜拜 我再直播间听着 嗯 哎 确实 哦 阿美是吧 嗯 那是阿美 你之前接过 这次是阿美挂念了 嗯 嗯 还有这边 这小小的小姑 这样我问一下啊 嗯 就是知道 这 这两天发生什么事的 扣一 不知道的扣二 啊 呃 这个事呢 也好几天了 就前天的时候啊 呃 杨华 就是杨华 我老公啊 小小小的姑父啊 嗯 就是他现在呢 就是一直要给我分开 分开呢 是这样的 我之前是觉得啊 有有孩子了 然后就是说 我是为了孩子啊 为了这个家庭 那个 所以一直呢 我是不愿意分开的 知道吧 然后呢 他就是一直直接要分开 到现在是什么呢 嗯 还有一个 现在主要就是公司的事 公司呢 因为我们现在也开了有八家了 他现在的意思啊 要给我分开 公司一点不给我 我倒不是说要非要争这个家产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公司从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当初他一穷二白的时候 是我 你知道吗 这个公司最早的时候是我 我先创办的你知道吧 然后后来的之后 在一起了之后呢 就是说为了家庭 我就我就 以照顾家庭为主了 然后就是他为主 我为辅了啊 法人呢 就是当初的时候 为了他的面子 法人也写的也是他 你知道吗 所以他现在觉得这个 公司就是他的 所以我就觉得 不甘你知道吗 啊 然后呢 前天的时候 就是说 我一直还是在等他 你知道吗 我一直在等他 他外面是有那个 有那个女人了 我是觉得为了孩子的话 我是愿意再给他机会的 啊 我一直在等他 然后在前天的时候啊 就我的助理就是查到了 他现在正在啊 把我公司的这些东西 给他那个女人 就他外面的那个女人 正在往外转 家庭们能懂吗 能懂的扣一 啊 就知道这两天 发生什么事情的 知道杨华 他现在啊 正在把我的这些东西 在给那个人转 知道的扣一 啊 然后呢 前天的时候 他说要谈 让昨天让我们来 昨天我跟晓晓 我们三个都来了 来了呢 也是一直等啊 从头到尾 他都没有出现 他本来说好的是 他带着林啊 然后我们三个 当面啊 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但是一直都没有出现 而且后来的时候 我们直播的时候 把我们的直播间 也给弄停了 这个家们知道吗 这样吧 知道的 扣一六 啊 对 然后直到今天啊 我是觉得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我做的 对不对啊 嗯 是吧 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当初的时候 我为了他 可以说跟家人啊 就是不顾家人们的反对 我是很珍惜的 就直到今天 我还愿意在 最后给他一个机会 所以他今天让我来 然后我依然来了 然后我现在呢 就在他 呃 跟那个李娜 办的这个公司这里 啊 然后前天来的时候呢 他转给 那个李娜的这个东西呢 我们找到一部分了 找到一部分了 啊 然后我今天就说等他 让他给我一个说法 就是我们 他 他就是说在 没有经过我允许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分开的情况下啊 把这些东西 转给那个 李娜了 知道吗 是不是 你要分开 咱好好谈 是不是 该随我的 那你给我 是不是 他现在是什么 他把这些啊 想都转给那个女人 知道吗 啊 所以我现在呢 我还在等他 我想在最后给他一个机会 就是说家门 你们觉得我做的对不对 还要不要再给他机会 再来点点 再打一步 这么一样啊 把他上个车打出来 小姑娘 不要太生气了 事情都已经发现了 咱们就 想该怎么解决这个事情 对吗 张总 刚才办公室那边传来一份合同 你看一下 什么合同 这个李娜正在问我们把我们那批那个老矿的那个老沙要往外转走 你看一下 这边还有那个李娜的一个签字 李娜 对 老矿竹沙 对 不是 这 这 不是你怎么知道 这边收款看有李娜的名字 什么 小婚生什么 订单合同 李娜的 我终于明白了 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他一人在这儿三的 家们 你们觉得他为什么一人在这儿三的不出现 他是在拖延时间是吗 还在转是吗 就想偷偷摸摸摸的把这些全转了让我寄生出户是吗 家们 你们觉得他为什么一直不见我 你们觉得他是不是在拖延时间 这是刚刚出现的啊 对 刚传过来的 这样我们也 我们也不用 不用跟他客气了 家们 你们觉得啊 是这样的 我从昨天夜里的时候呢 说实话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呃 没有声音了吗 有啊 有声音吗 有 从昨天夜里的时候我就 我就觉得不对劲 呃 因为他一直在忽悠我你知道吧 一直就在拖我 然后呃 之前我们不是找到了找到那批那个 那个呃 找到那批货 然后我现在怀疑啊 就是说 这个 找到的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因为因为那批货